本来昨天做的一个视频也就是想发发牢骚 没想到竟然有人这样评论 这个说指责南京监狱 我不太了解情况 说使用电刑不太敢相信 二一个他主要抗议的就是 他不给他进行网上开庭 他让他去现场开庭 这个确实认法院的权利 这个你抗议没有用 至于你提到这个麻将镇 我们确实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你指的是什么 麻将镇指的是什么 这时我不得不说一下 我目睹到囚徒的真实生活状况 由于事发于所谓的电刑 那就从电刑开始吧 在说这段电刑前 首先要说的是 为了万一法院答应我网上开庭 因此暂时为出庭的证人保密 而只说官员们无法找到外国人在南京监狱里所目睹的证人 我是2020年12月5日出狱的 有位外籍黑人是2021年出狱的 他的外国名字叫Tag 当他出狱后通过大陆人无法使用的方式找到了我 之后他告诉我 特管队的教导员被调走了 其他犯人基本没动并维持了现状 而我要求他能否远程为我作证 他答应了 但由于他目前家庭的经济困难 而我又无法弥补这个令人遗憾的缺陷 如果大午或爱中载 也许这点费用估计没什么问题 废话少说 先说说案例吧 在2019年12月18日 南京监狱特管队刘伟警官就电击了三位 因坐姿不端正和未及时听主长的话被电击 警觉中 在12月20日 一位尼日尼亚的外籍人名叫乔克的 又因仅仅长了一副始终笑着的脸被拖到警务室 仍旧被这位刘伟警官电击了一顿 其惨叫声让周围有良知的人难以忍受 当时由于我为了出狱所需要带走的资料打击处 所以就没有像浦口监狱那样帮助被电击的犯人维权 再说说这位号称是南京监狱第一杀手的刘伟警官 他的电击方式不断更新 至于更新到什么程度 日后只有到法庭上向法官说明 在此暂时搁置 而从这位第一杀手于2020年原疆之后 南京监狱惦记犯人的现象依然存在 不过为了在法庭上说清 这里也就暂时搁置 至于是谁支持犯人打犯人打的方式和绑门版以及吊床版之内的刑法 包括监狱对美国犯人与小国家的犯人 尤其是对台湾和香港犯罪的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只要我不被抓 或者活着被抓 都会逐步功不于众 或在法庭上说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